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华每日电讯的一个消息 国家发给委昨天表示了我已经在近日出台意见 推进高铁车站周边区域的合理开发建设 这个意见就明确了 高铁车站的周边开发建设要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 依法办理建设用地的审批手续 严禁借高铁车站周边开发建设名义 盲目搞城市扩张 尤其是中小城市 不宜过高的预估高铁带来的带动的作用 避免照搬照抄大城市开发经验 映造特色盲目造成